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在遭遇史上最大数字货币被盗案后 日本最大比特币交易所之一的COINCHBCK宣布 将使用自由资金向客户进行补偿 COINCHBCK交易所在关网发布声明称 将使用日元对用户进行赔偿 补偿价格为88.549日元乘以拥有的数量 且将使用交易所资金对用户赔偿 声明称此次被盗NEMB总数达5.23亿个 涉及用户约26莫克 按照补偿价格计算 补偿金额总积达463亿日元 约合4.26亿美元 具体计算方法为 使用在日本和海外NEM交易量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 Zafe为基准 使用交易量的加权平均值计算价格 计算时间为COINCHBCK停止NEM交易 至新闻稿发布的加权平均价格 即日本时间2018年1月26日12点09分 至2018年1月27日23点 不过声明也表示 目前补偿程序仍在考虑中 Aspigo 等于WINDOW ABSBYGOOGLE PUSH 图片来源 COINCHBCK官网针对此次事件 日本金融厅计划基于修正后的资金节 演算法对COINCHBCK交易所 出具业务改进制令 以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日本经济新闻周日报道 修订后的资金节演算法规定 监管部门可以在下发业务改进指令的同时 要求整改对象暂停 所有货部分业务 FSA打算谨慎判断 是否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 并考虑一旦交易所停止服务 将对用户造成的影响 路透社原则引知情人士消息 事件发生后 日本金融厅FSA向日本全国约30家 经营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公司发出通知 警告可能还会发生更多的类似事件 提醒做好安全措施 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Bush 本周五 COINCHEC交易所发布声明 称交易所的NEMB被非法转移至其他交易所 交易所当时表示 没有发现其他虚拟币及日元存在相似问题 也不知小NEMB是如何丢失的 当天 COINCHEC就宣布暂停所有货币提现 同时暂停除了比特币之外 所有的代币交易 这一举动引发投资者恐慌 当天比特币最大跌幅 接近1400美元 瑞波币也下跌近20% 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市场之一 4年前日本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MTGOX 曾被黑客攻击 按照当时的比特币价格计算 损失的金额达到4.5亿美元 交易所也最终破产 来源 华尔街日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